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空军官方博物馆 1993年 博物馆和215号珠季公路一起搬迁至县值 1996年 美国重新调整军事基地 Marchfield成为空军基地 将博物馆的所有权 管理和运营责任交给了博物馆基金会 多年来 博物馆增加了建筑物 收藏品和工作人员 并努力吸引不同的家庭观众 退伍军人和军事航空爱好者 今天的Marchfield航空博物馆 展出了西海岸最大的军用航空器之一 Marchfield的故事 始于美国为了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而给予建立军事力量的时候 来自欧洲前线的消息并不好 因为在国内的消息中 散布着恐怖分子 以及与僵持作战有关的苦难的消息 一些欧洲新闻媒体报道说 德国当时正在努力建立一个能够改变现代战争性质 并可能将战争带入天空的飞机机队 作为回应 1917年初 国会拨款6亿4千万美元 通过在空中建立一支军队 把美国空军打入战场 黑鸟是一种力量与威严的化身 当你看到它时 它就是这样的神秘 我认为这种神秘感将会世代相传 我希望我能把每个人 都带到8万5千英尺的高空 因为你可以在四面八方 看到350英里的范围 你可以看到地平面的曲线和山脉 我可以毫无疑问地说 当他们开动这些引擎时 没有人会不知道这是黑鸟来了 你会看到在地面上的人们都会静止下来 117分贝 这就是黑鸟 现在位于场馆中心的就是洛克希德SR71黑鸟了 超过50年的发展后 时尚的未来派黑鸟仍然是世界上最快的空气呼吸载人飞机 黑鸟独特的设计从满足超高速和高空拦截范围演变而来 几乎黑鸟的每个部分都需要创新 配备先进的摄像头和传感器 黑鸟可以以每小时3500公里的速度来保持安全 作为历史上最成功的战略侦察机 SR71在整个冷战时期 越南以及全球的冲突和危机中 搜集了情报 无人机的出现 卫星监视的改进 以及先进战斗机和地空导弹形式的潜在反对能力的增强 评写成SR71黑鸟作战生活的结束 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战斗机了 战斗机也称尖机机 由字母F表示 战斗机的主要任务是与敌方战斗机进行空战 夺取制空权 其次是拦截敌方轰炸机 强击机和巡航导弹 还可携带一定数量的对地攻击武器 执行对地攻击任务 战斗机包括要地防空用的战斗机机 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 由于雷达电子设备和武器系统的完善 专用战斗机战斗机的任务 已由制空战斗机完成 战斗机机不再发展 战斗机是航空兵空中作战的主要机种 也可用于执行对地攻击任务 排在前十名轰炸机的第三位 这是第一架硬打击非常出色的轰炸机 并成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轰炸机之一 B-29超级空中堡垒 生产厂家 波音飞机公司 引擎 四个超级增压新型发动机 最高速度 每小时574公里 油胶载荷 2万磅 武器 12.7毫米 M2机关枪 20毫米 M2机关炮 最大续航距离 5663公里 B-29轰炸机 是美国陆军航空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亚洲战场的主力战略轰炸机 1945年8月 B-29轰炸机 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 投掷了原子弹 F-15是世界上第一种 成熟的第三代战斗机 它的设计思想是替换 在越南战场上 问题层出的F-4战斗机 并要求保持绝对的空中优势 F-15是一款 极为优秀的多用途战斗机 道格拉斯A4天鹰攻击机 于1954年首次飞行 至今已过50载 在越南战争中 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亦参加过马岛战争 赎罪日战争 沃特A7海盗2 是一种以F-8战斗机 为蓝本开发 用以取代A4天鹰攻击机的 亚音速攻击机 F-102三角舰 主要用于美国本土的防空作战 也参加了越南战争 F-105轰炸机 别名雷弓 在大规模的轰炸作战中 取得了大量战机 以载弹多 突防能力强 攻击机动性好 而成为轰炸越南北方的 逐利机种 时代发展的今天 这些飞机 已经结束了它本来的使命 人类智慧 在科技方面的进步 是飞跃的 科技进步提现的 不只是人类智慧的象征 更是人类 对文明和平生活的向往 中文字幕提供